美國新任國務卿哈里警告說,3月1日即將開始的自動預算削減計劃將傷害到美國的外交政策。 哈里4月3日在維吉尼亞大學發表上任以來第一次重要演講, 他說美國的外交政策推進了全球穩定,是強大美國和自由世界的一項投資。 外界所說的分段強行減赤是奧巴馬總統和國會之間無法就預算問題達成妥協意見的後果。 眾議院議長貝立說,現在是否可以避免分段強行減赤要看奧巴馬。 哈里星期三說,對外交政策來說,再無任何事情是不相關的。 他說,外交政策的決定影響到美國人民每日的生活,從產品買賣到美國商業創造的工作機會。 哈里說,外交政策不單止涉及到我們是不是不派兵參加一場戰鬥。 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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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